周的脸 怕不怕 以前就是说年轻朋友是捧个手机不离手 但是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是手机不离手 什么斗地主 看短视频 或者是玩游戏 可不是吗 真的 我现在觉得我妈这个手机 她跟手机比跟我都起 以前比如说她不玩手机的时候 可能早上塌起来了 就必须得把我耗起来 然后现在人家爱上的玩手机 天天早上睁眼睛 第一件事就是刷视频 然后翻一圈朋友圈 那都得说我是恶愁的时候了 我得教她 我说妈也给我做饭的 然后才能把手机放进去 不论男女老少 现在跟手机的亲密度都在直线上升 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新闻里边又是玩手机玩到脑梗了 而这些朋友还有共同特点是 长期熬夜玩手机 的确是这样 现在是上到八九十岁 下到几岁的娃娃 这个手机真正的变成了手机 大家都是爱不释手 每一个人对手机的这种痴迷程度 其实不论男女老幼 不论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长时间玩手机的一个过程里边 其实不论是对于谁 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 我曾经门诊碰到的一个患者 是个男性 他就是因为头晕来看病的 那么老太太老爸的这个抱怨和投诉 就是说这个老爷子从早到晚 就是在玩手机 就是低头玩手机 就是各种的这个游戏 还有什么炒股 各种新闻 他本身还有高血压 所以经常会出现头晕 那么我们说 不论是对于年轻人 还是对于老年人而言 我们首先讲 熬夜就是个坏习惯 那么你在熬夜的过程里边 你的身体得不到有效的放松 你的限制于你在玩的这个游戏 在很紧张很刺激 我的血压可能还要有一个 逐渐升高的一个过程 我的机体的内分泌 整个我的免疫功能 都是一个稳乱的状态 那么各种疾病都有可能 会随着这种状态而来临 所以我们说 不论对于什么年龄的人 我们都提倡一个叫适当和减乱